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一评里面 这佛世尊要开始讲到关于成就声闻原觉罗汉的果位 那这个声闻原觉罗汉的果位有四种的果位 就是从初果进入二果进入三果进入四果成就罗汉的果位 那这四个果位当中每一个果位都有它的名称 也就是从初果的虚陀环进入二果的斯陀汉 再进入三果的阿纳汉 再进入四果的阿罗汉 这个金刚经在这一品上头 我们将来开解 将来看金刚经怎么说 那首先呢 想让大家了解一下 在我们宗教的领域里面 在佛教的领域里面 大家拜拜的时候 是不是喜欢拜四果 这个四果呢 现在大家可以明白是什么意思的吗 这当中有两层的意涵 一个就是拜这个四果 是有这个因有果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信仰 来供果当中呢 了解因果的关系 同时呢 也让我们来拜供养这四果 能够成就四果罗汉的果位 也就是帮助我们来入到位 进到位 来建法 成就阿罗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拜供养这个水果 那通常呢 在信仰的法门当中 在宗教的领域当中呢 有时候不太清楚 只是随着文化 随着这样的信仰 我们在做这样的供养 比方说我们为什么要供花 寺院为什么要供花 很多人就认为供花 所以能够得到庄严相 能够得到这个美丽 这样的相 那其实供花 它真正的意涵 花呢 有花香 所以呢 告诉我们 在佛法的修行路上呢 我们得到佛法的养分 能让我们能够像花一样 产生花香 这样的能量 这样的花香呢 能够广结善缘 让大家都能够看到佛法 这一朵花 闻到这一朵花的花香 这是它真实要表达的 又像是我们到寺院里面 会供养香 这个香呢 在我们的传统民间呢 就认为 这个拜拜拿香 这个供香呢 主要呢 是要跟这个神鬼道的众生 来做一种连接 其实呢 在佛法真实的意涵 这个香确实是一种messenger 像是postman一样的 就是一个邮差 是一个传达讯息的 传达什么讯息呢 就是揽上这一朵香 要把这样的香呢 香气传达到十方的 佛国净土 来跟佛国净土 来香连接 真正的意涵 佛国净土又在哪里呢 也就是在我们的心上 跟我们心的净土 跟我们心的佛国净土 当我们点燃那一支香的时候 就是跟我们心中的佛国净土 来香连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坐香 坐香 禅修打坐叫做坐香 这是真正的意涵 又像是我们要点灯 我们到寺院里面点灯 除了为我们这个祖先 或者点一盏灯 能够帮我们 有这个平安灯 等等 或者我们点一盏灯 在佛前点灯 请问大家 那请问大家 佛菩萨还需要我们点灯吗 所以当大众呢 有机会到寺院里佛的时候 我们会做种种的供养 那像我们这个点香 共香 那一般我们传统民间的文化习俗 是认为点香 是要跟这个神轨道的众生来连接 但其实呢 这个点香呢 它是一种messenger 它是一种 就是像postman一样的 邮差一样 它是做讯息的传达 那这个讯息的传达 是要传达什么呢 其实它是要跟十方的佛国净土 来做连接 那十方的佛国净土又在哪里呢 其实啊 就在我们心中 所以当我们点香 共香的时候 就是跟我们心中的佛国净土 来连接 来串联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禅修打坐 叫做坐香 坐香 坐在那里点一柱香 点了这一盏香 让这样的香气 跟我们本心 跟我们的心中的净土 跟我们的佛心 来相连接 这个才是真正的 供养的实际的内涵 跟真正的意思 所以呢 就像是我们打个比方 我们每天呢 几乎都会照照镜子 是吗 那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注意到 是什么 看看我们今天打扮啊 或者看看我们今天化妆啊 看看我们今天帅不帅啊 漂不漂亮啊 我们通常会注意到这个 但是呢 这个照镜子的真意啊 实质的内涵 从法上来讲 又是如何呢 是不是能够透过镜子 来照到我们的本来面目呢 是不是可以从照镜子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当中 来体会佛法的真谛呢 所以我们知道 镜中无相 以众生为相 镜中无相 以万相为相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因为镜中啊 镜子 它的本身 是不是空相啊 因为空相 所以可以万相 可以众生相为相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照镜子的 同时 就照到我们的本心 就像是镜子一样 是空相的 是可以众生相 以万相为相的 当下我们就能够 记录我们的本心 记录实相的真意啊 如果我们能够清楚明白这一层道理 我们就能够清楚明白 《金刚经》 《金刚经》要告诉我们的 第九品 《须陀佛环》 《须陀环》名为路流 而无所路 不入色身相 为处法 是名须陀环 我先来看这一段 这个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在僧文法上面的修持 就是会进入出国的须陀环 须陀环叫做路流 也就是路 胜流 见到位 来开悟 来明心见性 打破我们的无明妄想 因为众生呢 都有所谓的见惑 这个惑呢 就是迷惑的惑 也就是不清楚 不明白 我们的本来面目 不清楚 不明白 实相的本来 面目为何 所以 修行者 身文者 在进入出国的时候 就是能够打破 这样的见惑 打破这样的无明 来清楚明白 实相为何 这个叫做路出国 路了出国之后呢 经过上天下地 这样的七次 广返 就会进入恶果 恶果就是斯陀寒 恶果之后呢 再到天上跟人间 一次 往来 就会进入三果 这个斯陀寒 阿那寒 就是三果 三果呢 就不来了 在人 在这个天上 或者直接在人间呢 他就能够成就 四果的 阿罗汉的果位 这个就是 身文法当中的 从出国 到四果 所以呢 在金刚经呢 他就在说明 这一层的法 所以他说啊 虚布提 你觉得如何呢 予亦云合 这个虚陀还 能做事念 虚陀还 就是正路 出国的 出国的 这样的行者 这样的圣者 他会起心 动念呢 起什么心 动什么念呢 我的虚陀还果佛 我已经正路 我已经得到 虚陀还果了 他是用问号 虚布提说啊 福也 至尊 是这样子的 至尊 因为虚陀 虚布提 他本身 就是一个 大阿罗汉 他本身 就是经历了 这样的事果 所以他清楚明白 所以他回答 至尊 福也 不是这样子的 至尊 何以故 为什么 虚多还名为路流 而无所路 这个路流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进入圣流 能够见到位 见法 能够开悟 能够打破 无名妄想 能够将我们那个见惑 那个迷惑的 那个知见呢 完全的打破 醒过来了 不会再凿赞 这个我向 我直上头 所以叫做路流 但 时无所路 不入色身 相为处访 是名 虚头还 所以 这边 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 是在说明 虚头还 大家要注意 名 为路流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 在世间法的范畴 一切的现象 是不是有出路 是不是有进出 有所谓的路 跟出的 比方说 我们煮东西 要不要很入味 入味是不是很重要 比方说 我们修禅定 是不是要路什么 要路定 是不是 比方说 我们学习 什么样的法门 学习什么 这个路门 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 这一个 在世间法的范畴里面 路流 就很重要了 是不是 如果人家说你很不路流 是不是 不是那么好听呢 那我们大家路不路流呢 相信大家都很路流的 但是这边的路流 在世俗地的范畴里面 他是说 从 进入这样的圣流 进入这样的剑道位 这里 金刚经 而言 他说 而时无所路 所以金刚经 他就是要 让我们展现生命的实相 生命的实相是什么 路 而无所路 是明真正的路也 让大家听得明白吗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生命的现象 它是晚南有 而必尽空的 生命的现象的晚南有 这个晚南有 看起来 他像是有进 有出 有路 有出 这样的现象 这叫做晚南有 但实际上 他是必尽空的 晚南有 就是 他是缘其有 也就是 因缘 合合的时候 他就 有这样的现象 因缘 善师的时候 这个现象就跟着一起善师了 这就是此生故彼生 此有 故彼有 此灭 故彼灭 此无 故彼无 这就是因缘法 所以叫做因缘 所生法 我说 即是空 明是讲明 自名为中道义 就是这一层的意思 所以 名为 路流 就是晚南有 但实无所路 就是 毕竟空 路 而无所路 路的本身 就是无所路 无所路 本身就是路 自明真正的路也 这样 才能够真正的明白 忠道实相之意 呀 金刚经 本部的经 就是希望众生 能够真正的路 忠道实相意 呀 所以才会有 见相 即见飞相 见相 就是见世间的晚南有 见世间的元其有 见飞相 就是从世间的晚南有 跟元其有的当下 即见到毕竟空 即见到所谓的见飞相 如果能够见相 即见飞相 就是见无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 居陀环 要给我们的真实的意涵 所以在禅门当中 禅师最喜欢 破的就是众生的果子 着相 所以整部的禅门 所流露出来的公案 都是在当相潜质 都是在当下 就是要帮助我们 去年解福 所以禅师一脚 希望将我们 推入这样的 剑相 即见飞相 所以有一次呢 这个养山禅师跟他的弟子呢 光勇 禅师呢 一段的精彩的对话 这光勇禅师呢 是养山禅师的弟子 他从外面红发回来 就来拜见他的师父 师父 这个我回来了 养山禅师就说 你有看到我吗 这个我像是驴像吗 养山禅师就问他 问这个弟子 永光这个法师 我像跟驴的像 是不是呢 像不像呢 结果呢 这永光禅师当下就回答 师父 你老人家的像 跟佛菩萨的像 也不像 这时候养山禅师 趁机就抓住 这个机会就说 那我呢 是像什么呢 果然是禅师的弟子 这永光禅师 二话不说 当下就回 如果师父要有所像 那跟驴像 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样的一段对话 听起来 实在是 这个 一点都抓不到边 但是呢 他其实 就是在告诉我们 剑像即剑飞像 当下都要打破 我们的像子的 所以第九品 我们从金刚经第一品 到第八品 的研修过程 这个世尊一再的老婆心切 要告诉我们 众生云和阴住 他没有直接了当的告诉我们 要住在哪里 他却一再的老婆心切 要告诉我们 不要住在哪里 所以在当时 佛陀的时代的时候 大众听闻 佛法 听闻 深闻法 大家就很容易 住着在深闻法 所得到的 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所以世尊老人家 只好再用善巧方便 讲的金刚经 来打破众生 取向的 这样的心病啊 所以就说 诶 居托环 虽为路流 而时无所路 当下就弃路 一切的路流 都是晚南游 都是缘起 合合之下 而当下是 必尽空的 无所路的 所以 不路 设身 相为 触法 也就是 六根跟六成 一对的时候 请问大家 大家的六根跟六成 一对的时候 有没有路啊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你可以好好的去体会 他都是这样 往南呈现的 但是 一旦我们 着在 我向 人向 众生向的时候 我们就会 着在那个 路 不路的问题 要不然 当下的 一切 都是这样 往南 具足的 如实的 呈现的 好 这个就是 不路 设身 相为 触法 这个名为 虚脱环 那他在说 虚脱环 与欲 云和 师陀汉 能做 事念 我的 师陀 环 果佛 虚脱环 言 福也 世尊 何以故 师陀汉 名 一往来 而 十五往来 是名 师陀汉 所以第二个 就是讲到 恶果了 也就是 出国的 虚脱环 天上 人间 来往 七次之后 就进入 恶果的 这个 师陀汉 所以 须不提 说呢 师陀汉 能做 事念 他会这样的 起心 动念吗 我的 师陀汉 果佛 他会这样 起心 动念 我已经证得 我已经得到 恶果 师陀汉 了吗 虚脱环 言 福也 世尊 因为 虚脱环 已经 得到 大阿罗汉 罗汉的 果位 已经经历了 恶果的 果位了 所以 他说 福也 不会的 世尊 何以故 师陀汉 名 一往来 而 十五往来 这一往来 在经教的意思 也就是从天上 人间 来这么样的一次 他就会进入三国 叫做一往来 但实际而言 是五往来的 是名真正的 师陀汉 所以在世间的现象 往南有上头 是有名为一往来 但是在必经空上头 十五往来的 所以呢 这一句咒语 经教的这一句咒语 往南有 必经空 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因为 我们的生活 生命的现象 就是往南有 必经空 难道不是吗 看看我们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人与人之间的亲情 友情跟爱情 他是不是都是 往南有 而必经空的 往南有 就是他有现象的有 他有缘起 法的有 缘起 因缘和合的有 但是请问大家 他有固定 永恒 不变的有吗 没有的 所以是必经空极的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就能够看得懂 原来 五往来 明为一往来 但十五往来 金刚经只要带给我们的 就是往来 而十五往来 世民真正的往来 这样听得懂吗 再说一遍 往来而十五往来 世民真正的往来 往来的当下 就是十五往来的 十五往来 又是这样子的往来 所以世民真正的往来 这个就是心经所言的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就是今天早上 我们的禅修 跟大家分享的 在动的时候 静在动中 在静的时候 动在静中 因为静与动 它是无恶的 不可分的 所以往来 与十五往来 它不可分的 往来的当下 就是十五往来 它们并不是一个 恶元对立的法 有一个往来 有一个十五往来 没有的 它们当下 是不可分的 往来的当下 就是十五往来 十五往来的当下 就是往来 所以就是 晚南有 的当下 就是毕竟空 毕竟空的当下 就是晚南有 这就是我们 常常听到的 因为 信空 才能够产生 妙有 因为妙有 所以我们才知道 信空 所以信空的当下 就是妙有 妙有的当下 就知道 是真空 这就是 金刚经 第九品里面 这个出国 进入二国 是要给我们 真实的意涵 在往来当中 而十五往来 世民真正的往来 所以 这个 司徒环 的真意 就是 这样子 那 师傅 问大家 请问 大家 今天早上 做了什么事情 记得吗 应该是 记得 那表示 你的记忆 还不错 那请问 这些事情 做的这些事情 到哪里去的 在我们记忆当中 那如果师傅 问大家 能不能把你的记忆 拿出来呢 又拿不出来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有的现象的发生 它是不是都是晚难有啊 它都没有固定永恒 不变 实实在在 自体性的存在的 所以它是必经空 所以为什么 经中所言 过去心 不可得 早上 过去心 不可得 现在心 也不可得 未来心 也不可得 这样明白吗 因为 这些现象 都是晚难有 为什么不可得 因为它都是 必经空的 而众生 就是执着在 晚难有 这些现象当中 没有办法出来 所以就执着在 亲情 友情 爱情 感情 上头 出不来 因为它抓着 这些现象的永恒 固定不变 所以当然 制造麻烦啊 当然制造痛苦啊 是吗 就晓得 它的一个 真空 信空 必经空 所以佛法 最主要 就是要告诉我们 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说 把握当下 把握当下 当下在哪里啊 它也 只不过是一句话的 晚难有 也没有实际的当下 因为当下 也是 必经空的啊 所以呢 很少千军啊 尤其是残门啊 根本让你 没有立足之地的 因为有立 就是有所找 当下 就要帮你破掉 为什么金刚经 世尊就是怕说法 一说法 众生就着在世尊 这样的唯妙法门上面 一修法 就着在这样的 有所得的果位上 一立 就马上破 立在破 破在立 立的当下就是破 破的当下就是立 顾名真正的立 顾名真正的立 顾名真正的破 也 所以大家要非常清楚明白 佛法的大义 佛法的真实像 世尊他老人家老婆心切 是这个样子 你如果能够懂 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就能够把握 所有因缘 晚然有 因缘 现起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你会去把握它 你会去珍惜它 你会去感恩它 就是千载一时 一时千载 对这样现象的一种感恩 把握 珍惜 亲情 友情 爱情 感情 这样的 晚然有现象的把握 珍惜 同时 你又能够明白 它的毕竟空 没有固定 永恒 不变的 因此你就容易放下 你就容易不取杂了 所以我们再接着来看 了解了恶果之后呢 恶果 他经过天上 天上 地上的 一往来之后呢 他就进入三果 所以他说 须佛提亚 愚意云合 阿那哈能做失念 阿那哈就是所谓的三果了 我的阿那哈果佛 曲佛提说 福也是尊 何以故 阿那哈名为不来 而时无不来 是故名为阿那哈 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 曲佛提你说呢 阿那哈三果 可不可以有这样的做失念呢 起心动念呢 有这样的想法 跟念头呢 我的阿那哈果佛 我已经正入三果了 我已经得到三果了 异不立言 福也是尊 不会的是尊 所以故 为什么呢 阿那哈名为不来 而时无不来 事故名为阿那哈 从金刚经前面几品 我们已经清楚明白了 如果有所取详 就是因为什么 菩萨找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所以 才会有 有所得 有所找 是不是 这次金刚经已经一语道破 众生的无名 妄想习气 都是因为找那个我相 一找我相 就有了我执 有我执 就需要有法执 所以呢 透过六根门头 一直要去得 而要去找 那个六成静 六成静在世间里面 化现为万法 所以就着在亲情 友情 感情 爱情 着在 财色 明 十岁 着在 种种的权力 欲望 名为 上头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那个我执 分身 地固 就像是一个 无底洞一样 他不管怎么吃 进入那个无底洞 进入那个黑洞 都是没有办法填满的 这就是众生 在六道当中 要一直轮回不已 这个六道 就是六根门头 连耳鼻舌生意 面对六成静 色身 香味 触法 反身这样六道 在这上头 一直轮回不已 出不来 所以大家也明白了 为什么出不来 因为这个我执 我像 万法 圆满 具足 本质 圆满 具足 无欠 无余 不缺 不缺的 大圆满 当中 他 分离了出来 被分离了出来之后 他又想回到这样 具足圆满 但是他本身 又着在这样的 我像 我直上头 所以他 他以为 他只要一直的吃 一直的 有所得 他就能够回去 这样的圆满 具足 是不是啊 每天的 备伴 是不是都一直以为 不足啊 为什么不足 因为我们想要满足啊 但是我们却不清楚 不明白 我们当下 就是具足圆满啊 那你如果不明白 当下就是具足圆满 那你一定会一直的向外所求啊 那不是很有意思吗 这样的所求 会能够 啊 进入圆满的状态呢 所以你如果能够听得懂 啊 见得明白 金刚经 当下 每一品 他早就 说破了 他早就帮这样的密码都告诉我们 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不明白 因为就是找了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好 所以第三品里面 他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阿纳罕 他是怎么样 他是不来 而食物不来啊 那生命现象 本就是不来的 来去当中 本质 没有来去的 本质没有来去 又这样的来去 大家听得明白吗 本质不来 但食物不来 晚南有的现象当中 他就是食物不来的 他是有来来去去 这样因缘的现象 但是在毕竟空上面 他是没有这样的 没有来去的现象 没有生灭的现象 也叫做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但是在晚南有 因缘有的现象当中 他是有 男友的来来去去 生生灭灭的 所以 我们要在来去当中 见到他的不来不去 生灭当中 当下就见到 他的不生不灭 在见象当中 就当下见到他的飞向 是金刚经 要给我们的真实意 才不会又落入到这样的二元 有一个来跟不来 有一个不来跟食物不来 其实不来中就是食物不来 食物不来中就是本身就是不来的 这是阿纳汗的真实意 所以再往下看 须不提 于亦云和 阿罗汉能做事念 我的阿罗汉道佛 须不提言 福也世尊 何以故 实无有法 明阿罗汉世尊 若阿罗汉做事念 我的阿罗汉道 即为找我 向 能向 众生向 受者向 你看 所以在第八评里面 跟第七评里面 佛陀 他早就老婆心切的告诉我们 既不能找法相 老王卖夸 就会自卖自夸 是不是 你看到众生 看到宗教界里面 是不是都是在找法相 不然就是找人相 是不是 以貌取人 还有佛 是不是告诉我们 有没有阿尿多罗三秒三不提 可取啊 有没有佛的身相 如来的身相可取啊 有没有得到这个啊 连佛都不可得了 连最高究竟的法都不可得了 何况是身文法的阿罗汉道呢 是不是 但是那时候的众生 就是取着在身文法上 所以佛呢 要开示这样的法来破解 让众生呢 不着在这样的法相 不着在这样的德思 德的相上 所以当然阿罗汉 而实无得阿罗汉道 所以阿罗汉 不会做这样的四面 我得阿罗汉道 要不然他就不是真的得到阿罗汉道 所以为什么这样 因为实无有法明阿罗汉 阿罗汉这样的法 他都是晚然有 都是缘其有 他都是毕竟空的 为什么你如果懂一法 万法皆懂 你懂得晚然有 毕竟空 你就会一法懂 所有的万法 你就能够清楚明白在讲什么 一法破 万法你都会跟着一起破的 所以金刚经讲这四果 师父是用这样的一个法的争议 妙道跟大家讲 四果里面 他都是贿赂这样子的 见相非相及见如来 金刚经的A 即非A 是名A 法非法是名法也 相非相 是名相也 所以你如果能够懂金刚经这样的妙道 这样的妙法 看我们用钱 钱非钱 是名钱也 你当下就能够非常善巧方便的来用钱了 不然你就会做钱的奴役 你凿在钱上头 钱 第一个就凿在钱上头 你没有办法看到钱是非钱的 如果看到非钱 你又不懂得钱的真实意义 你就不把钱当做一回事 你又凿在非钱上头 明白吗 所以钱的当下就是非钱 非钱的当下就是钱 晚难有的当下就是毕尽空 毕尽空的当下就是晚难有 所以你就能够成为钱的一个主宰 一个master 你才不会成为钱的奴隶 被他所奴役了 钱是这样子 世间万法是不是一样 我们最重视的亲情 感情 友情 爱情 名位 地位 权力 他都是一样的 权力 非权力 世民权力 你懂得这样的权力 真正的权力 你才有办法运用这样的权跟力 来利益众生 来造福大众 不然你看 整个人类的历史 他连低官的权跟力 他都看不懂 所以他只有着在权跟力上头 没有办法看出权跟力 都是晚难有 他的真正是毕尽空的 他跳脱不出来 所以只有玩着人 意识里面 第七意识的揽直 我直 造成第六意识的 对权力的这样的分别 比较看重 那就透过这个第五意识 在那边一直的作用 只有着在这个现象上头的 所以我们再往下看 为什么如此 我们刚才讲破了 都是找在我相 一找我相就找了人相 就找了众生相 就找了受者相 世尽 世尊 佛说我的无真三昧 人中最为第一 是第一离遇的阿罗汉 因为阿罗汉就是能够见到 能够解惑了 能够从我们这上面往南有必进空 能够真正的动策 明白这个妙法 所以自然而然面对世间的冲突 混乱 这个争端 你就能够原来 它只不过是世间晚南有现象的产生 这个时候当然就能从现象当中 能够如实的照见 能够如实的觉知 你自然能得到如实的觉醒 而能够如实的来处理 面对这些现象 所以自然就能够得到这样的无真三昧 要不然我们一找我相 那就找在那个法相上头 对于我们自己所有的观念念头想法 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 自然就会起冲突 就会有争议的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无真三昧 就是从这样的妙法而来的 如果能够这样子 当然就能够离遇 离什么遇呢 离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离三界的欲 我们就是彻底迷失在欲界 这些上头物质上头的欲 要不然就迷失在色界 这些观念想法 所产生的念头 或是产生的信仰 这些上头迷失在这个色界 要不然就是从那个无色界 没有办法处理 迷失强烈取着爱 爱欲上头的这些无名 就是欲 这个就是真实的欲 阿罗汉就是能够从这个三界 真正的处理解脱 他当然不会有做这样的念头的 我是离遇阿罗汉 因为早有这样的念头 就着了我能众生受着想 世尊我若做事念 我得阿罗汉道 世尊则不说 须菩提是要阿难纳恨者 以须菩提实无所行 而明须菩提是要阿难纳恨行者 这里提到一个名词 就是这个阿难纳 阿难纳恨者 阿难纳他就是静心的意思 他就是静处的意思 他就是离遇的意思 这个离遇不是我们字面上 表面上离一些情遇或者是实遇 他是真实遇 是从三界的遇界 色界 无色界 尤其是染着在我们这个我直 我像的那个无名妄想的那个遇当中 所以阿罗汉已经从这个上头建道 建法了 出离了 所以他是真实的静心者 真实的在静处者 要不然呢 我们就会找一个静心 找一个静处 是不是 要到哪里去修行 要到深山去修行 要到安静的地方去修行 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那怎么能够是真正的阿难纳 阿难纳的行者 真正的阿难纳的行者 是能动能静的 是能静能够的 是能生能灭的 是能来能去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现象都是晚然有 他的毕竟空 他的当下都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静 无静无垢 无生无灭的 无胜无凡的 这才是真正的阿难纳 纳横行者 所以这一品呢 再次的让我们的真正的去年解伏 真正的这个荡象潜质 真正的让我们了解无恶的法案 所以金刚经虽然是在缘起信空 讲信空 但是其实你会看见 他还是讲缘起的现象 因为信空离不了缘起 缘起离不了信空 也就是晚然有的毕竟空 毕竟空的晚然有 真空所起的妙有 妙有的真空 如果我们能够真实的这样的气路 特见 那就是真正的阿难纳横行者 希望对大家认识佛法 在修行 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面 有真实的帮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